大家好,我是毛毛 爸爸媽媽說妹妹會去英國讀書 要我做半讀書童 又說要坐飛機、郵輪、長途車 足足玩40個小時 不過都很幸運 我全程都沒有離開過爸爸媽媽和妹妹 所以一點都不怕 來英國之前 爸爸媽媽好像幫我安排了很多文件 又說要見醫生、吃藥、打針 這些我就不太清楚了 都是直接找我爸爸解釋給大家聽 事不宜遲立即和大家一起出發 希望大家可以在看影片前訂閱我爸爸的頻道 大家的支持是我爸爸繼續做影片的動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Brandon 毛巴 多謝毛毛第一次幫忙說開啟 更多謝各位觀眾進來聽毛巴說故事 不阻礙大家那麼多時間 我首先說毛毛的總費用是多少? 他用了$3240 詳情就會在一會兒影片慢慢介紹 最重要是全程毛毛沒有離開過毛巴和母媽的視線 如果想知道申請的步驟和心路歷程 就可以聽下去了 首先一開始最重要一定是看機票 由於我們計劃過來的時候 航班還未開通到現在 但原來直飛英國的航班 CX和BA 雖然寵物入境英國是不用隔離的 但一定要寄倉 我們很不想毛毛在黃孔之中度過 所以盡可能都找一下 會不會有些跟我們一起坐客倉的位置 經過上網搜尋之後 原來發現去歐盟的地區 是有寵物機位的 還可以入袋放毛毛在腳邊 首先要看看地理位置 英國是一個島 它的西邊有愛爾蘭 而南邊有荷蘭、比利時、法國 我知道比較多人是會去這四個地方之後 再轉其他交通工具入英國 交通工具其實都不外乎 經過英國、法國之間的Eurotunnel 又或者在不同地區的碼頭、港口 坐船入英國 還記得我們在七、八月份的時候 查詢機票 去法國、比利時、荷蘭都沒有直航機 就算要轉機去法國 都已經排到2023年 剛巧我們在土耳其航空 他們十一月中有一個寵物機位 之後最快的期都去到聖誕之後 所以想都不用想 我們一聽到馬上付錢 三大一世、四個人、單程機票、合共、港幣10866元 提一提大家 在這個步驟一定要直接找航空公司 他們在電郵會寫清楚 我們會帶毛毛、牠是什麼品種的小狗 如果牠沒有寫清楚 記得一定要再查詢 在香港毛毛把晶片不是ISO的關係 所以需要在寵物診所打多一塊晶片在後頸 這塊晶片大家可以當是毛毛的身份證明 我們找到那個獸醫都很細心 牠知道毛毛本來的晶片在左頸 牠就打一塊新晶片在右頸背 這樣就不會重疊了 除此之外還要去漁護署幫毛毛改名 因為我們之前狗牌毛毛是叫毛毛的 現在要改英文名叫毛毛 這樣去到外國人家都會叫牠 而風狗正針 毛毛對上一支是兩年前打的 就要補打多一支 價值80元 記得要出發21日前打 這支針有效期有一年 在臨出發之前的幾天 我們就要俗稱叫做打大佬 因為毛巴毛媽都有找過寵物移民公司 問過價錢 雖然牠們一站式可以幫我們安排好了 但收費不便宜 所以我們都是親自上陣打大佬 其實為什麼叫做打大佬 是因為我們入境英國之前120小時內 毛毛要去獸醫吃道蟲藥 簽罰相關的身體健康證明文件 再去余部署審批 這個120小時是計算到入英國境內 飛機正在飛的時間都計算進去 如果大家星期一機的話 政府機構星期六和星期日是不開的 所以星期五之前就一定要拿到審批的文件 如果不是就不能飛 還記得我們是星期六的晚上機 再加上我們的行程是相當轉折的 我們會坐海陸空三款交通工具 合共40小時 所以我們的文件最早最早都要在星期四的時候做 星期四的早上我們就約好獸醫 10點就帶毛毛過去吃藥簽文件 我們就要趕在12點之前 去到深水埗的漁湖處放下文件 大家記得一定要寫自己的手提電話號碼下去 還有整個下午看著有沒有電話打來 萬一大家的文件有錯漏 漁護處是會叫大家回去深水埗拿份文件 再跑回去獸醫簽名 之後再交一次 也都萬一 漁護處彈兩次鐘的話 毛毛就有機會沒得飛 不過都算好幸運 毛媽上網就看到有很多熱心的網友的交道 我們就有驚無險一次過就搞定 航空公司就叫我們一定要早點去登記 因為毛毛是需要再磅重 給錢可能會久一點 好幸運當日都很順利 在check-in counter的職員幫毛毛磅完重之後 連袋每公斤需要給220元港幣 毛毛就減肥成功 4公斤剩下880元 這個價錢真的超級抵 因為毛巴的朋友都有問過 英國寵物寄倉是要多少錢 每一隻三至四萬元不等 立即打退堂股 有一個溫馨提示 帶寵物相機全程都要放在袋裡 千萬不要影響到其他乘客 也都要好感激當日的Dakin 他知道我們有一隻小狗和一個BB 所以特意幫我們安排了 坐得比較鬆動 讓我們在香港飛土耳其12小時的飛機 坐得相當舒服 我們也是大鄉里出城 第一次去土耳其的機場 真的超級大 幸好我們帶團團 因為如果有兩歲以下的BB 整家人一起坐歌符車是免費的 雖然只是送到我們去另外一個安檢的地方 不過那段路都可以減散了30至45分鐘的腳程 之後我們再坐多4個多小時飛機 就去到阿姆斯特丹機場 我們當時是拿著6個大行李 3個小行李 還有幾個隨身大袋 都還沒計算BB車和狗袋 這個場景真的多虛狠 下飛機 喝杯咖啡 我們就在機場叫Uber 坐了一個多小時車左右 就去到我們這次上船的港口 而這隻船是有固定班次的 每一天有兩班 分別是下午和晚上開出 我們帶著母母和團團的關係 又有這麼多行李 就算我們早上10點下飛機 都不敢坐下午1點那班船 所以就在碼頭坐了幾個小時 不過都幸好去到6-7點的時候已經可以上船 我們還預先訂了一間Pet Friendly的房間 毛毛可以全程在房間走來走去 而我們幾個大人就可以洗個澡 換套睡衣輕鬆一下 這隻船大概類似以前雙魚星號 有一層是餐飲娛樂設施 有兩間餐廳、免稅店、兒童遊樂室、老虎機 雖然地方不算很大 但船程都是6-7個小時左右 當大家放下所有行李之後 鬆一下筋骨都算不錯 第二天的早上7點就下船 我們就預先訂了一架車 直接由碼頭送我們回家 司機哥哥都很好人 他是早一兩年去的香港人 聊天都同聲同氣 順便又可以訪問一下他 過了一兩年的感受 聊聊聊就已經到達了我們英國租的房子了 這次這一程全程由香港機場飛機起飛開始計 真是足足用了40個小時 我們還帶著一個BB、一隻小狗 以及十幾件大大小小的行李 幸好就有毛兒婆的全力協助 否則只有我和毛媽真的分身罰術 過了兩個月後回顧現在家裡活動地方大了 毛毛團團間又可以出花園玩一下 就算再辛苦 見到他們兩個開心一切都值得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什麼問題想問問毛巴呢? 歡迎留言 毛巴毛媽會盡力解答 而今天分享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毛巴的分享 更加希望大家可以like和訂閱毛巴的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ODCai Nico variation 感谢观看